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症状 三年前我回看六年前的朋友圈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当时怎么会发这么傻的朋友圈 但如今的我再回看三年前的朋友圈的时候 这个傻XX怎么还发朋友圈 就每当你上了一点岁数 你再回看之前的那种行为 你会觉得哇真的傻 就真的会有这么这么蠢的行为 所以说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胃不对了 可能是我们变了 就刚才现在没事翻了一下朋友圈 我就回想到我三年前推车打工的时候 就是天天吃的都是榕江最好饭 真不夸张我真的是天天吃 就10块钱一份12块钱一份 就是当时我在打工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榕江猪脚饭怎么会做的这么好吃 非常软烂而且是肥而不腻 所以今天我想来制作一道真正的榕江猪脚饭 其实之前我做视频有做过一次那个榕江猪脚饭 但是做的怎么说 但是那时厨艺其实还是不怎么样 其实是挺垃圾的 这都不能算厨艺 准备一个这个猪肘 我选择这块还是比较瘦一点的 先做高汤部分 一斤猪皮 300克铜骨 300克汤骨 半只鸡 全面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放点姜片 料酒 简单的先给它焯一下水 焯好后给它倒出来清洗哦 准备30斤的宽水哦 什么叫宽水啊 社会上是少打准 宽水里面我们放一个这个 不知道叫什么 反而是一个垫子 就是防止那个肉粘住锅底 把我们刚刚焯好的时来丢下去 加55克生姜 45克南姜 花丢酒70克 45克大地鱼粉 给它搅拌下去哦 21克的干贝 这后高汤还是要煮一定时间的 给它大火煮开转 小火煮6个小时 来调一个卤料 橙皮6克 黑胡椒10克 沙仁6克 干辣椒5克 小茴香7克 花椒8克 八角10克 白蔻3克 冰香1克 香茅草4克 桂皮10克 当归10克 甘草1克 香叶5克 香料我们要先用火来炒一下 让它能激发出香味 烤香的香料我们到处备用 猪毛先给它烧一下 烤焦的部分我们用刀子给它刮掉 重新抓一层清水 浸泡3小时 现在这个焯汤差不多 我们给铲汤捞出来 我们加开水 来 问题不大 这个给它煮融化就可以了 糖色给它倒在锅里 把这个垫子放下去 我们自己调的这个卤料也放下去 再加入100克姜 40克南姜 老抽70克 豪油150克 鱼露50克 盐巴100克 白胡椒粉5克 麦芽糖随便来个100克200克就行了 2斤的酱油 我们来熬一个香料油 大概700克的油 70克红葱头 150克的小洋葱 100克小葱 100克香菜 再加入50克的香油 30克的大蒜 给它们中小火慢炸 炸到香料干香 哎呦 哎呦 炸掉了 这么烫 好 我们这个刚炸的香料油 全部给它倒下去 给它盖盖先煮10分钟 好 现在这个该煮进去 胃应该也都煮进去了 我们要尝一下这个卤汁的这个咸度 如果太淡的话我们还得加 差不多 但感觉还没有特别咸 就是跟我平时能接受那种咸度 因为卤东西的话你需要它 再咸一点 要比你平时吃的咸度还要再高一几 稍微再加三四百克 这样的就差不多了 现在这个卤汁就完全沸腾的状态 我们把猪脚放下去 先大火煮10分钟 逼掉它的油脂 然后我们转小火 全程炖它4到5个小时 期间要观察一下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 为什么我每次想做的中饭 都会变成夜宵 我真的我从早上做到现在 我一口猪脚饭我还没吃到 现在猪脚卤了3小时过10分 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下配菜 热锅稍微下点猪油 油热后三块简单 放下去炒一下 倒出来备用 稍微借一点这个卤猪脚的卤汁 大家借来两勺卤汁 我们来卤这个肉卷 炒上的话也有叫关姜 也有叫Negui 还有这个豆干也要给它卤上 对了还要卤个蛋 哼哼哼 来来音乐 龙江猪脚饭 看一下 太正了我跟你说 现在是凌晨2点41分 在这个凌晨能吃到一份够胃的龙江猪脚饭 那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 我们来尝一下 虽然我很想说很好吃 但是它好像不够胃 这个肉卷是可以的 但这个猪脚怎么会不够咸呢 我常卤这个时候 我按道理来说 我在家那里讲应该它的咸度 经历了21年的风风雨雨 但说实话 在这一刻会有点崩溃 但生活嘛 总是这样的 人都是这样 有长处有短处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但为什么 上帝连窗都给我关上了 没有关系 我依旧会义无反顾的 重做完 冲 再次制作完成 看一下这次的这个 又感觉比上色好一点 哎呦 现在这个味对了 看这种猪脚 哦 肥油不腻哦 真的 这个咸味是刚好 肥油进嘴巴一米划掉了 这个卤豆干的话 我又多卤了三个小时左右 现在又味道就卤进味了 肉卷 哇 好有成就感 我感觉我做出了 以前我打工让我吃 主要换点味道 真的 按照我这方法做不好吃 你直接过来把我这相机拿掉 直接往我头上 没错好说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推荐大家尝试 OK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视频的话 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